今天就來到紅磡的碼頭圍道 因為在一個單堂項目 孟橋終於是交流了 這個盤本身主打一些 百多二百尺開放式和一個一房的單位 本身就沒有什麼看頭的 純粹因為在去年開賣的時候 就以市區有三百多萬的姿態登場 引體市場注目 其後因為有銀行 拒批這個盤的樓盤按鐵 你的准賣家是挺擔心的 試過境先 今天這個盤終於交流了 究竟業主是否真的可以鬆一口氣 我們入屋看看就知道 當年曼橋不獲銀行批樓花案揭 除了因為當時內訪恆大財困 令銀行在審批更審慎之外 發展商桂雄集團本身都屬於小型發展商 過去比較專注收購舊樓後再出售地盤 對上住宅發展的項目 就已經是廣東二十年前的北角和富豪庭 銀行持觀望態度理所當然 發展商交流水準可否與時並進 曼橋全盤130個單位 一層六火 開放式和一火大致各佔一半 開放式單位由186至192呎 一房介乎232至250呎 我們抽中驗收的單位是中層 實用面積192呎的FZ單位 入屋基本上是一眼望購 經過圓關 右手邊是洗手間 空間不算很大 前一些是開放式廚房 之後已經是整個客飯廳的空間 面積細小的單位 你猜猜交流場面會否很驚嚇 有人買樓自住 有人買樓當投資 講開投資除了專投之外 市面上的投資產品五花八門 有時真的無從入手 如果你像我這樣 平時沒有時間去鑽研投資 但希望平衡自己的投資組合 降低風險之餘 做一些長線投資 剛剛登陸香港的智能投資平台Syf 應該幫到你 連接新加坡的Syf 在2019年創立 在香港分別提供以長線核心理財務目標的環球組合 和緊貼環球投資潮流的主題組合 兩大類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可以承受風險的級別 去選擇對自己的投資組合 我自己也挺欣賞Syf的直接投資環球組合 因為透過直接投資 你可以直接擁有投資組合的個股 這樣不單只可以省成本 透明度又高了 亦可以減少你重複擁有的股票 在Syf開設戶口 產品不設最低投資原額 亦沒有固定投資年期 每次交易都不涉及手續費 而Syf只會收取 每年總投資額的0.35%至0.65%作為管理費 如果你隨時想轉換投資組合 都不需要另外再付錢 雖然是智能投資平台 Syf背後同樣有專業理財顧問團隊 可以提供一對一對話 用WooTrack Pop開戶邀請賣成功開戶 除了有一次免費一對一投資顧問諮詢之外 開戶之後首次存入2萬元 就可以賺到250元現金獎賞券 存入10萬元就賺到600元現金獎賞券 有興趣了解更多 可以下在Syf體驗一下 跟很多開放式單位都相似 因為要遷就入門口洗手間的關係 所以會有一個很大的圓關 這個單位也不例外 這個圓關闊有1米 由這個門口走到開放式廚房 這幅牆身是有2米 所以這邊的空間已經有超過20呎 卻成為單位的面積有1成 而業主的買入價是23,800多元 其實這裡的價錢成為48萬元 其實很多發展商如果提供科科式單位 他們都會在圓關衛視加裝一些鞋櫃 或者儲物櫃的收息 似乎這個發展商沒有這個心思 由這個圓關走到這邊就是洗手間 我們進去看看 這個洗手間進來後 我覺得是有些筆劫的 即是比較小 但其實以南米樓來說 在空間有限之下也沒有辦法 其實曼橋在一層6個單位 它有3個額色單位 包括CD和F室 這個單位是F室 它有光磁設計 它有光磁設計 絲和DZ都是黑磁設計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次的 洗手間裡面 你會看到它進來這邊 是有一個鏡櫃 洗手盆下方這邊也有一個櫃 但是隨便打開這個櫃看看 我就覺得有少少奇怪 因為它背面這裡 好像滲了一些水積在這裡 而且好像長瘦一樣 但據說這些是設計 大家是否真的喜歡 我就覺得是見人品質 其實業主進來後 自己也覺得他不太喜歡這個設計 而且這個鏡櫃本身 你看到它的位置很短 高度很短 其實我剛才量度過 大概只有13cm 你可以放到什麼 例如這裡有一瓶洗手液 其實你也不能放進去 你只能夠放一些很迷你版本的清潔用品 在這裡 除此之外 其實在洗手盆下方這個櫃 而某些都覺得有些問題 他又不是很了解平民百姓做的事情 很多平民百姓 是很要求過一個平面 剛剛那個水仔是阻礙平面 少了平面 如果縮厚一點 甚至肯揹牆 多個平面用後背底 可以放到兩圈廁紙 如果它現在這樣 其實會否整整頭 會弄鬆兩圈廁紙 撞得多是容易爆 這些膠喉很遠 當然有這麼入塞 甚至乎這些後背底 揭起這裡來開關 都可以放在這裡 不單是鏡櫃和洗手盆櫃 其實座廁的設計也挺奇怪的 詹姆Sir和康仔都分別坐上去 都覺得左右是很迫劫下 他們還無疑辦完大事後 拿設置的方法 都覺得很難 把設置架安裝在這個位置 看來就沒有好好從用家的角度去考慮 坐在這裡拿這麼高難度 我不行 好像玩玩的 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都可以的 拿到有獎 然後轉身 它是壞壁的雲石,怕會滑倒人 所以加快木,但木經常濕,肯定不耐用 我只能看到邊緣已經濕透了 如果隨時濕完一輪,葉豬去旅行 一頭半個月才回,隨時長出菇菌 對,這些是一些積物,即是整髒了 如果石頭一早要考慮,可以考慮一些有防礙 例如半燒鏈也好,燒鏈也好 加上防礙鏈也好 都比整塊板更好 離合洗手間走過來這邊 經過圓關來到這邊,會是開放式廚房 這個開放式廚房其實真的很小 始終藍米樓來說就沒辦法了 而且避餐區也很小,很迷你版本 你想想,如果真的要放一些調味料之外 其實也要放一個電盆鍋 放熱水壺 其實避餐區也沒有一個充足的位置 雖然這個開放式廚房很小 但其實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精緻 正正因為它做得不夠精緻,就導致出現 包括有流水的問題 這裏不是水流流水 是雲石甲口漏水 因為雲石甲口用普通的掃口粉 就這樣敏面 所以水埋進去就流落下 掃口粉本身是不防水的 如果真的要碰碰碰碰 其實擠行膠就好 有些連石道更快擋水 其實有些都會擠行膠 有些要貪靈,一定不可以建行膠 要求做雲石那個 在那塊石上還未上去,先把行膠再撲起來 這個開放的廚房避餐區不足夠 所以你看到它在這邊的位置 也做了一張可以拉出來的桌子 讓你放一些在煮菜時可以用來放一些東西 但也要小心,這裡的乘重量似乎是不可以放一些很重的東西 而且如果你用蒸焗爐的時候 一拉下來的時候,陪你煮菜 用蒸焗爐的時候,這張桌子也會局限運用 你必須拿開所有東西,之後才可以打開門 所以自己也需要留意一下 至於這個桌子的下方,其實這個位置是甚麼呢 這裡是一個非常迷你的雪櫃 這個雪櫃高度大概是80多cm,大約60cm 你見到裡面已經是冰格,下面是放蔬菜 中間這兩格是用來放飲品 你見到它可以放一些大件小小的菜 其實也放不到 例如你真的買一個大小的蛋糕 這裡更加是放不下的 這裡的闊度,我想都是足夠你放幾罐很小的可留 就能夠放得到 這樣看,其實這個Hofford廚房的儲物量都好像很多 但實際上不是的 有些地方是好看,不好用 就例如這個 這裡 本來的櫃這麼寬闊 現在只剩下一個手掌 一個藍 裡面放了些甚麼呢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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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13mm 梳 兩個USB 就是為了這塊東西 就不見了一個櫃的一半空間 如果相比我 我要插插梳或用USB 我真的寧願拖個梳 拖板在別處做 反正這裡 說真的 放一個暖水壺和電飯煲都不足夠 還有一個插梳 我插不到電飯煲 就插不到暖水壺 很多黎文白色插得不夠高 像我這裡 我要拿這個 我勉強能夠開門 但是 我除了爬上去之外 我就沒有辦法拿到很多東西 起碼拿回前些 那我就可以開到 那它撞手 撞了三口 三口可以改 由開到的廚房 走過來這邊 就已經是客飯廳的主體面積了 其實我之前也度過 這個主體面積大約有90呎 其實到了這個單位 業主與我們反映了兩個問題 第一 就是冷氣機 因為這個單位 除了附送了一部分體式冷氣機 但它前面的分體式冷氣機 亦加了一塊板 其實是用來修飾這部冷氣機 但它的修飾作用似乎又不太發揮出來 反而現在看上去是有點外眼 不過這也不算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業主更加關注的是地板 因為這個地板一進來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色差 而且地板有些黑色的空 其實木材都有連輪 連輪最中央的位置 我們稱之為木板 由一點較為深色或較為異色 然後散開它 這些在木材來說是屬於正常的 即是沒有可能 每一碼板都選擇所有木板 有時這些都不能避免 不過這個單位是比較多的 這些木材其實不需要經常拖地 因為它有補免 積積不會積得那麼緊 所以平時用隨身子托法都能解決問題 用水拖地 可以說這地板一定不會太耐用 我曾經見過一個單位 它叫工人每天都要拖一次地 結果兩年玩完了地板 這個單位屬於萬橋少數不設露台的分層單位 如果同一面積之下 那麗鷹這個內隆應該大一點 雖然沒有露台 但是這裡有線窗 其實未來這個單位之前 我看Broad Plan 我就以為這個單位會比較暗 因為這個窗不算大 而且它這個單位是會移進了少許 比其他旁邊的單位 但進來我覺得都算幾光亮 如果前面那些商貿用地不重建被扭的話 那現在從這個角度看出去 都可以看得到過去 看得到那邊的郵輪碼頭 那頸觀都算是幾開揚 而且不算是相當之壓迫 不過業老師說盡量都不要開這窗 為什麼呢 其實當這個單位是關閉門窗的時候 你開抽油煙機抽氣線 有空氣抽走 就會有補充空氣走入屋 哪個回風大的地方 哪補充空氣會多 所以應該選擇一些外面潔淨空氣的窗 把窗口吹進來 但是你認真不幸 這裏外面是旁邊的單位 是市渠路的氣候 即是說 如果這個單位 關閉門窗的時候 開抽油煙機抽氣線 補充空氣 如果你開這個窗 補充空氣 補充空氣在這裏走入 如果那裏 氣候漏氣 市渠漏水 基本上便會吸收入屋 所以如果 如果你想安全的 開抽油煙機 開抽氣線 想補充空氣入屋 最好選擇這個小窗 或者是廁所窗 單位細小 但鋪磚和廚櫃失分比較多 一下子就把這兩項 細項扣到只有0分 其他細項得分是一般 單位只有67分 評級是D 我們又將驗樓結果轉交貴雄集團 發展商回覆我們胡雪樓市時說 驚貴杯採用了特別的物料去呼應復古風 如果業主認為屬於漏水或生售 他們會再跟進 企高木板作為美觀用途 物料是菠蘿格木 供應商都已經提供了證書 可放式廚房下新式的USB 是配入近期廚房流行的小家電 希望可以在方便和空間之中拿到平衡 地板有黑點和木板屬於天然木材有關 還有一點要說一下它的管理費 每呎高見6.6 較一般新盤4至5呎高很多 業主賣入192呎單位 每月管理費已經高達1267元 自住角度 固然要盡量斷舍離才有足夠的生活空間 順放租在現市房之下 納米樓是否仍有市場 位置是否方便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萬橋座落在紅磡嘉圍村對面 位於碼頭圍道 前身幾棟超過60年樓齡的舊堂樓 韋雄集團用了差不多15年時間才完成收購 日後住戶可以依賴旁邊嘉圍村的配套 以及附近紅磡市政大樓 都可以去買菜 而最近鐵路不是土瓜灣站 而是經過佛光街走上荷文田站 又或者你不介意行10分鐘可以去到紅磡火車站 一站就可以過海回展站 只是區內的半新盤競爭都算多激烈 行前少少的環海東岸、啟岸之類 其實它比起萬橋的規模更大 現在環海東岸和啟岸的租金 是介乎49至53元之間 而萬橋最新入伙時 都有一宗中層D7的單位 成功以11000元租出 屬於186呎開放式單位 赤租是59.1 比區內的半新盤稍微高一點 只不過之前都說過 大廈的管理費高達6.6 這一點會直接蠶食了它的租金回報 萬橋納米樓的開箱片 暫時才看到這裡 如果對內容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你 喜歡跟我去驗一下樓 看看盤就記得訂閱我們胡雪樓 試試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鐘仔 以及最重要是CLS 也可以按旁邊的Superfast 去支持我們胡雪小隊 今天才談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